觀眾朋友 持續帶你來關注一下 山土兒颱風它的最新動態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表 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山土兒颱風目前來說 是以C字形的方式在靠近我們台灣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比較嚴重的影響性 當然就是首當其衝的 高雄還有屏東這一塊了 目前看起來 其實它的暴風半徑目前還蠻大的 它的七級風暴風半徑 現在是有達到200公里 所以最快有機會的話 可能是在今天下半天 它的暴風圈有機會碰觸到我們的陸地 但是中心要登陸的時間點 可能是要等到禮拜三的清晨 它的中心就有機會 可能登陸在高屏這一帶 那接下來大概是在週三的深夜 或是晚上的時間 它的中心才會從花蓮這一帶來做出海 不過它的路徑對於我們來說的影響性 當然比較明顯的 就是位在台東 還有在恆春半島這一塊 我們就來看看現在的路上 還有海上颱風警報 都是在持續發布當中的 先來看一下路上警報的範圍 包含台東 屏東還有恆春半島 現在都在發布的路上颱風警報了 海上颱風警報則包含台灣海峽的南部 還有在東南部海面巴士海峽 東沙島海面 都是在這一次的海上警報範圍之內 那尤其在藍雨啊 目前來說有偵測到7米以上的浪高 而且有14級的強震風 所以也提醒大家 這樣的狀況尤其今天越晚就會開始越來越明顯 但是剛剛也有提到 現在它的腳步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緩慢 時速大概是9公里的速度而已 9公里到底是有多慢嗎 你大概就是跑步機上面按9 那就是9公里跑步的速度 也等於是說我們人類在快跑的速度 但這個速度對於颱風來說相較就是比較緩慢 那對於我們台灣的影響性 也就是說這顆颱風對我們的影響性 就會再開始跟著拉長了 而且它現在有在持續長大長胖的趨勢 來看到它的近中心最大風速 現在來到是每秒是43公尺 而且現在不排除 有機會再持續的長大長胖 因為它現在處在的環境海溫高 而且風切又很少 有機會近中心最大風速來到是每秒48公尺 那就是來到一個中度颱風的上限了 七季風 暴風半徑 現在是200公里 但是還是有機會再持續長胖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現在的紅外線雲圖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好大一顆 就是這一顆 目前來說它正在持續的前進當中 所以受到它外圍環流掃到的地方 包含像是在東半部地區 現在都已經開始出現一些間歇性的陣影 尤其現在在花蓮的水雨量 已經來到將近30到40毫米 那接下來就會開始越晚 這樣的雨勢就會開始越來越明顯 從雷達回播圖來看一下 現在的這個雨量上面的最新分析 剛有提到現在雨勢比較明顯的 出現在花蓮還有台東 那尤其花蓮水雨量已經來到了30到40毫米左右 受到它外圍環流 這一波一波掃進來的影響 現在來說東半部雨勢會比較明顯一些些 但是稍後包含像是在橫村半島 還有在高雄跟屏東 也容易會出現一些間歇性的陣影 也提醒南台灣朋友要開始特別注意 我們現在看到山陀兒還在長胖當中 而且現在預計它在下午的時候 有可能暴風圈就先接觸到台灣南部的陸地 不過可能登陸時間一直要到星期三的清晨 而且這個地點可能是在高屏之間 接著根據這個預測 它的走勢幾乎是沿著中央山脈斜切右縱走 也就是南台灣首當其衝 那麼接下來這樣的演變 對我們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好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的影響性 相較就是南台灣會是首當其衝 又是最明顯 尤其是高雄屏東就是要特別留意了 非常有機會有這個強風豪雨 加上說是適逢大潮的影響 所以包含像是在南台灣 尤其像是高雄的朋友 真的要特別留意 防派措施一定要記得要特別注意 那連我們再來看看的是 現在大家很關心的是 到底會不會放颱風架呢 我們就來幫大家來做分析 先來看一下現在暴風圈的清晰機率 包含像是在東半部地區 尤其花蓮還有台東 暴風圈的清晰機率 將近是帶到了95%到97%了 那另外在南台灣來說 像是台南高雄暴風圈的清晰機率 也將近已經是來到了95%到97% 這些地方非常有機會 是暴風圈所籠罩的範圍 但是如果要停班停課的話 等於是在暴風半徑 四個小時之內經過的區域 你的平均風力要達到七級以上 或是陣風可以達到十級 又或者是說在未來24個小時的累積量 在山區可以達到200毫米 或是平地350毫米 所以目前這樣看起來有機會 是在週二排天可能會達標的縣市 包含上是東半部宜蘭花蓮台東 還有在雲林還有在嘉義 台南高雄還有屏東 那另外在週二晚上有可能會達標的縣市 這包含上是北北基 宜花東還有在南高屏 那另外在禮拜三非常有機會 是全台各地都有機會達標 可能會停班停課 但是最終還是要看各縣市政府的標準來定 所以也提醒大家持續鎖定 我們電視上面的最新動態 再來看是一下總雨量的最新預估了 目前來說總雨量預估最明顯的會在東半部地區 包含上是在東半部平地來說 總雨量預估有機會上看一千毫米 在山區又更驚人了 有機會上看一千三百毫米 那尤其大家也知道在東半部地區 其實在前陣子地震頻傳 所以山區土石是非常鬆動 加上這個雨量又很驚人 所以提醒大家在山區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小心 尤其是南台灣的平地 來看到總雨量預估 將近是有五百毫米 那在山區來說的話 也有機會是上看八百毫米 這次的仲災區 方有機會是在南部地區 另外還有在東半部恆春半島 也提醒這些地區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最後也幫您統整一下 這幾天的降雨上面的最新趨勢了 可以看到今天來說 雨是比較明顯的東半部地區 還有在北台灣 現在開始已經開始出現一些 間歇性的陣友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西半部地區 受到中央山脈阻擋的影響 尤其包含上次在苗栗以南 一路到台南這塊 那現在來說 反而是可以看到陽光的 但是雨是又晚越明顯 尤其包含明天 還有在後天這兩天 會是颱風影響我們最明顯的時候 加上現在這顆颱風 其實它腳步是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非常有機會影響到的時程 有機會拉到10月3號 也就是禮拜四的上半天 要一路等到禮拜四的下半天 風雨才有機會 逐步趨緩 也讓是為您掌握到的颱風最新動態